新北市政府耗资3.2亿的金山区中山温泉公园及其周边环境整合计划 将老旧的中山公园兴建,打造出具有日式庭园景观风格的绝美公园 自去年启用之后荣获多个奖项 不过随着造访的游客越来越多,公园内如厕需求也日渐俱增 终于在市议员白佩如积极争取经费之下 由公所整合,利用公园内建物空间改建为公厕 并于即日起开放使用,提供给民众更优质友善的入厕空间 中山温泉公园因为改建之后就是变成一个新的景点 以前早期中山公园有厕所,整个环境也都整理得很干净 地方民众的建议,里长的建议 所以就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整个中山公园改建之后 它的厕所可以再增加,也很感谢公所的配合 然后区长这边来协助 希望说把这个现有的空间里面来做一个调整 最主要是这个中山温泉公园 在110年启用后 因为这个照日式风格来打造的这个公园美景 在网路的非常的爆红 然后从此来到现场的这个游客也绕一不绝 那当然就产生了这个可能会有生活上 或者是这个如厕方面的需求 那在这边很感谢我们市议员 白佩鲁议员,还有我们市政府城乡局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呢,这个要耗了超近了将近这个50天的这个工程的工期 我们将这个厕所如厕的环境啊 大大的来做一些诊件 提供呢,我们来到这个金山地区的游客啊 有更好的这样子的环境 中山温泉公园自新建落成后 游客若一不绝 民众如厕的需求增加 原本一男一女的厕所空间太少 导致假日或是人潮一多 排队上厕所的民众都得等好久 现在活化空间增加厕间的数量 让中山温泉公园有男厕女厕 与友善厕所各一处 并且在不破坏原有的空间规划之下 利用现有的日式风格建筑 新增厕间的数量 提供给民众更有亲和力的服务良能 那今天呢,就是很高兴哦 整个工程的品质也非常好 然后呢,把男厕跟女厕分开之后呢 它多了好几间的厕所 这样子呢,大家就不用哦 这个就是排队 因为之前都排队排到外面来 所以谢谢这个工所的协助 然后呢,让这边的整个中山公园 温泉公园的周边的设施可以更完善 因为中山公园 中山温泉公园改造以后 因为厕所,因为尖宿不够 男女一些假日,游客很多 常常在外面排队 经过理办公处向驱公所反映 那厕所,就拜托我们白佩如意园 带我们政策这批经营 中山,又一早几个厕所 游客来,感觉金山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这边,感谢区公所 廖区长和白佩如意园 中山温泉公园因风景优美 临近金山立体停车场 金山老街,水尾渔港 石头山公园等景点 成为游客热门的集散点 却也因人流的增加 导致侧间的数量公布应求 在经过这次的工程扩增 侧间的数量之后 未来也渴望满足到访 公园修起民众的需求 让金山的观光旅游品质提升 更友善 季小平和金山采访报道